老花一开箱实测的第七级还是第几级啊 应该是第七级了啊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一个脚紧啊 也算是个人的一个偶像级的大哥家的 我先看看怎么样啊 咱们如果说很哇塞的话呢 咱们再给大家说 不哇塞的话咱不自身 好脚紧 首先呢包装 包装的话用的是这种定制的盒的一个包装 有一些个轻微的轻微的有一些个小洞啊 但是不怕的啊 脚紧它能耐得住这种轻微的霜洞 一般呢只要不低于零下五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哦 比较新鲜啊 描写还是比较新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瘦到手以后呢 就是现在是这种一个情况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花盆里面的水很潮湿 而且呢花盆 总的来说呢 就是被蹂躏呢已经缩小了一团了 有的话我再说到这种以后呢就开始很蒙圈啊 你一定要了解 到手之后如果说非常的潮湿啊 你就可以稍微的晾了一天 就是就这种状态给它晾一下 等到略干 当然了也可以用一份干土进行入盆啊 接下来呢咱们就进行入盆了 接下来呢我找到的是一份我们已经晾干了的土啊 这个就是很干燥啊 大家可以看到都开始起荤那种感觉 然后呢我找到的是一个白色的六号树原盆 这个我们家也有啊 把干土呢直接垫到盆底 好吧 然后呢把这个花盆 花请进来一下 居中 居中之后呢进行种植 哇这个苗子有点有点湿了的感觉 太焦嫩了 好了咱们给它这种舒展一下了 让它通风透气性感觉更好一些 然后呢正常的该去给它晒太阳 那晒太阳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醒苗 很多的话呢老是纠结一件事 就是说需不需要缓苗 不存在缓苗 缓苗这个一说呢 我跟大家说哈 基本上就是怎么跟你去理解呢 缓苗这一块只存在这个猛然的一个气候变化 你像这个的话 在路上已经是颠簸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在大棚里面 包括本身它植物的一个特性 它耐低温能力是有的 你像在我棚里面 现在冷的时候十几度 晚上的时候也差不多接近零度 是吧 它不存在哈 它不存在缓苗这一说 就正常的你就给它晒太阳 如果咱们在家里面哈 你如果说家里面暖气非常的热 是吧 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脱水 就像咱们今天的一个美日一达里面 提到的那个 就有的花肉呢 买回去以后开的花的呢 没几天就干了 但是盆土里面不缺水 这个就是说空气把干 如果说不是这种环境的话呢 你就正常的放到阳台上去给它晒就好了 温度的话不要高于二十多度 好吧 因为现在有地暖的那种家里面 它的湿度太低 温度太高 广东的花肉呢 可以正常的养护 如果说咱们这样的话 你就不让它强光的一个暴晒 其他地区的花肉呢 就没什么要注意的 就正常的去晒太阳 正常的去养护 但是呢您多留心的去观察 我们用干土入盆之后呢 是没有进行浇水的 万一出现打尽了 该浇水的时候也要浇水 如果判断不了干湿呢 同样一根筷子一插到底 好吧 去判断一个干湿 正常的养护就好了 那么呢冬天 大家如果说 想要去弄一些炒花 开花的养养的话 脚紧还是比较不错的 只要不低于零度 就没什么事 而且呢它是打破了 我跟大家说的一个515的一个法则 为什么说515的法则给 给打破了呢 脚紧一般是在5度以上 就开始生长了 好吧 15度以上就正常的 就一两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呢 它是打破了 我跟大家说的515 你想 515是什么意思呢 5度以下都休眠 15度以下停止生长 所以说呢 它是打破了 它5度以上就可以生长 比较耐寒的一个花 而且呢是这种淡淡的蓝紫色 非常的漂亮 倒手之后呢 也就简单这样 有的话说 现在可以施肥吗 当然是完全可以 完全OK没问题的 加盆的时候 完全可以去上一些肥料 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说建议大家买花的时候呢 尽量的圆培圆土的去买 好吧 你像这样的话 到手以后养护难度会低很多 好了 这个呢 视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了 然后呢 这一盆花呢 同样是在 我养好了 养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再给花友们抽奖寄出去 就是你们点赞评论啊 还有这个转发的花友 你们里面随机抽取 这一盆给送出去 最后呢 给这个花评个费 来自于狼哥家的 你们有想到吧 他家不仅仅是玩乐技 还有一些其他的花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好了 如果说非要打分的话 多少钱买的 15 非要打分的话呢 15块钱来说 价位还行 很中肯啊 不是那种特别的高 因为什么呢 你像这个花 大概的一个成本 35块 因为快递成本的话 有个六七块 人家还要有个几块钱的利润 所以说呢 这个性价比方面呢 是OK 完全OK 没问题的 不是说很贵 如果说20多的话 就很贵了 15块钱是属于一个 中规中矩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行情价 如果苗情的话呢 能达到90分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5块钱买这么一小盆花 还可以 OK啊 好了 每天早上10点半 来我直播间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正一 直播间里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